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给定的任何元素可以构造的逻辑结构于我们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概念对过的 集合线性结构 数型结构和图 数据的逻辑结构是指的是 刚才在我们的选择题其实也给过的 那么逻辑结构是指的什么 是我们的数据元素在我们整个数据之间的一个前后的一个逻辑关系 它描述的是数据元素之间的一个逻辑关系 所以这几道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数据存储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我们数据的一个表示 还包含了我们的一个关系表示 也就是说在存的时候 既要存数据还得存关系 所以是数据元素的表示和关系的表示 那么讲到这我们也就提到了 在整个的顺序存储结构中 那么由于它的逻辑上面的关系 可以用它的物理上的相邻的关系来对应 这种呢主要是指的是我们的线性结构 那么对于数据图 同样一定得考虑它的关系是怎么表示的 第二刚才我们说了 分别是我们的集合线性结构数和图 那么这个呢答的不是特别精准啊 那么最好是达成线性结构 另外一个呢 逻辑结构指的是数据元素之间的一个逻辑关系 一个数据结构在计算机中的什么 是它的存储结构 我们刚才说了 是在内存中的一个存放形式 存放结构 叫做存储结构 所以在这呢应该是它的存放 那么抽象数据类型的定义 那么取决于它的什么 那么与大家知道 抽象数据类型的定义 主要是就与它的 逻辑结构应该是 就取决于它的逻辑结构 那么与它的操作 以及在计算机内部的实现 都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它的数据 结构的特点不变 数据结构 它不变 数据结构的特性不变的话 都不会影响到外聘 我们知道题的第五题是个难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抽象数据类型叫ADT 它取决于我们的 其实就是逻辑结构 那么对于它的操作也好 它的在内存的具体实现 那么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它的数据的特性 数据结构的特性不变的话 都不会具有其他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数据结构在计算机中的表示 比如说在逆层中的表示 我们叫做题目结构 取决于它的逻辑特性 我刚才强调了 而因为它的内部的表示 以及它的实现都没有关系 只要它的数据的特性不变 都不影响它的外部实用 大家自己想一下 抽象数据类型 我们靠用的就是它的逻辑结构 就是它的逻辑的这个特性 那么与它的具体的内部 计算机内部的表示 也就是它的存储结构 和它的具体的实现 都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这个数据的特性不变的话 都不影响它的外部实用 数据结构评价指标 如果说一个的话 叫复杂住 现在问大家的两个重要指要 应该是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 再往下 数据结构评论课程 讨论的是什么 我们一开篇就告诉大家 它研究的是逻辑结构 和存储结构 所以是研讨数据的逻辑结构 那么定义相应的操作 设计出相应的算法 所以我们来看第六题 两个指标 我们打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如果问一个的话 打复杂度就行了 那么研讨的是它的逻辑结构 存储结构 那么以及相应的操作 设计出相应的算法 一个算法去五个特性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零个或一个以上的输入 至少一个以上的输出 还有三个 刚才是作为选择题 你还记得吗 确定性 然后呢 可行性 还有一个是有穷性 好 请看第九题 第九题是下面程序段中 带有下发现的余的执行次数 它不是个大合法了 它帮我们的次数 那么很显然这道题 我们可以看到 就一个威尔循环 威尔循环呢 是I是1 I小于N 那么如果直接去看的话 这个I是应该是1到 1到N减1 净循环 但是遇到第一个不满足条件的I 是N的时候 循环条件为假 假的条件退层循环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I呢 是从1变到了N 但是净循环是I减1次 那么是不是就是I减1次呢 或者总体会说是N减1次呢 注意一下在这 I等于I乘2 随着循环体的I的值 在不断的乘以2 请问大家 原有的N减1次为真净循环语句 是不是就加快了 它变成假了 所以这道题 就不可能是一个N减1次 来满足我们循环体的知性次数了 是因为I的值在不断的乘2 它加速了I小于N的条件 成真变成假的速度 那么到底多少次呢 我们不妨的去设有K次 净循环体 那问大家 K次净循环体 I呢 是每次都要乘一个2 原来最初为1 那么乘个2乘个2 那么一共执行了多少次呢 2的K次方 只要这个2的K次方 小于我们的N 请问大家 是不是都应该净循环体啊 也就是这个下发现语剂执行次数 因为循环体执行次数 是由我们的循环条件为真进来的 它为真的条件进到循环体里面 那么 只要它满足它就为真 那么在这 我们可以求说K K是小于Log1 2为1的N次方 所以本题 下发现的语剂执行次数 为Log1 2为1的N次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特性 中间的三个特性 分别是可信性 有穷性 确定性 一定注意啊 它不是正确性 是确定性 只有算法的 我们说 在我们撰写算法的时候 希望它就有什么性能 那么乳光性啊 正确性 那么一读性 但是一个算法 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呢 是可信性 确定性 和我们的有穷性 那么刚才说了 设置因次数为K 很显然 只要2K呢 是大于给N 那它都应该 当我们说应该怎么办 2K次数 只要记得应该是什么 大于等于N 它就退出来了 只要它满足 小于N 就应该静循环 所以知道呢 我们先擦枪 大家注意一下 结束的时候 是它要大于等于N 静循环的时候 这个I是要满足 小于N 也就是我们的2K次方 是要小于N 所以我们算说 K呢 是121的N次方 所以它的数量级 应该是121的N次方 好 我们看下面 这道题呢 是让大家做一个排序 要记到脑子里面 很快的能够响应 你的算法的优合率 那我们怎么记呢 大的框架 有下面这几句话 第一 O1呢 叫常数 随着问题N规模的增加 它不发生变化 我们叫常数级的一个算法 这是最优的 当然 我们最差的应该是怎样 可以简直N的阶层了 那么中间 就按照我们刚才说 如果有指数级 那当然指数级 这个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这里面 给了大家有十个函数 这十个函数 让我们在N区应语 规模无穷大时 它的一个时间复杂度 从小到大的一个排序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有常数吗 没有 大家看一下没有 那么是不是就是N呢 先慢一点 我好像又看到 还有一个更小的logN 它是要比我们N要小的 那紧接着就是我们的N吗 还要慢一点 大家注意一下 我还看到了一个N的二分之一 加logN 它也要比我们的N是要小的 然后才是我们的N 好 我们做过的画过的呢 我们先把它画掉 再往下看 那么这个 我们知道 在大欧法中 随着N的规模逐渐 趋印无穷的的时候 它就是N的五次方 那么这个呢 是N被的logN 这是2的2分之N N的三次方 那么就是2分之3的N次方 N结成N的平方 落个N 那么很显然 现在小的应该是谁呢 对 N被的落个一 二分一的N次方 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N平方 我看到了N平方 所以是N的平方 加log以2为的N次方 才画掉了 好 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N为底 多少多少二三次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次方 五次方 那么还有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不是 这个是N作为了指数 所以它比较大了 已经到指数界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 那很显然应该是N的三次方 之后是我们的 N减N的三次方 加上7N的五次方 实际上它会近似于N的五次方 我们看一下 1234567 那么是你的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就到我们的指数了 到我们的指数了 把它要画掉 这是2的二分之N 这是二分之三的N次方 那大家看一下应该是谁 横闪减一半的 所以是2的二分之N 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的 二分之三的N次方 这是在我们说 都是指数级的时候 那么N是有小到大 那么他们都是 大概讲 底数都已经是大于 一以上的了吗 那最后一个很简单 是N的阶层 好 这样我们就给出来了 随着N的规模 在无穷大趋近的时候 那么整个时间复杂度 这几个函数 由小到大的一个排序 那我们看一下 我刚才写的应该是一样 大家得注意啊 这LogN 还有一个LogN加 N的二分之一 它是要比N要怎么办 要小的 N被得到N N的平方 然后是N的三次方 N的五次方 然后是二分之N为指数 然后是N的指数 最后是阶层 好了 那么我们来发现这道器 这道器是一个填空器 它说以下是该程序 该函数的一个程序段 请将未完成的部分填入 使之完整 这个呢 是在我们刚才给出的 实际上给的一段 上面有一段题目 我们这本没有显性的给出 我们来说一下 它的意思呢 有一段话 在我们听传有比较大 长可能就没 上面没显出来 有一个函数FN 那么它是什么呢 它是让我们有N的 这些整数来求解M的和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 如果有个3 2 那就是说 由小于等于2的这些数 来组成3的一个和 那大家看一下一共有多少个 很显然我们有一个2加1 还有呢 1加1加1 为什么呢 因为小于等于2的数 只有1和2 来求出和是3的 它的形式 不同的表示形式就这两种 所以它的答案是2 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是33呢 那也就是说 由小于等于3的这些数 来求出和是3的 它的表示形式有多少 3本身就是 对不对 那么之后也是2 所以它就是3这一个 再加上什么呢 我们来可以看到 再加上我们的2 2加1 然后1加1加1 是不是 一共有几种形式 有四种形式 那么就这样的一道题 我们解释了一下 那么它让我们办什么呢 让我们把没有完成的部分 让它填空 请听看有几个空 1 2 3 4 其实还想求一个F64 我们来看个中途 第一它写的是 如果M等等1 这叫1辅1辅 结构很复杂 我们曾经说过了 拿上一道题 不急着去看 尤其是填问题 因为我们作者的思想 我并不清楚一样 如果自己去写 我的想法是清楚的 我知道我按照哪个输入去写 所以其实真正在考试中 我们很难的 应该说是填空题 在已经作者 他自己给出他的思想下 让我们去猜 进而才能把这个空填上 这个题相对来说 还是有研究的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步呢 先把程序的节目 给他分析透 我们说过了 在有多个if else的语句中 我们总是要找出 跟他配对的 那么很显然这条子大家可以看到 配对的有哪些呢 哦 我们看到了 这个花包是配对 再往下看 他也是一个 哦 这是一个 Return 这是一个语句 那么一幅是一个 那么很显然 整个的结构是 这个是我们的函数体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条语句 我们逐一来分析 它是怎么去处理的呢 很显然 这五条语句是一二三四五 按照顺序是执行的 执行完一 执行二 执行三 执行四 最后执行五 那么它分了不同情况 要不然我们说 不会给这么一扶一扶一扶 是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情况 M是一 请同学们说一下 就说这个M的位置给个一 无论给多数 加起来是一的形式 它问你返回几 我们这里面没有强调 这个N呢 应该是跟它是小一点 M为初始的 那只剩下一个 所以它就是一 求和的形式 不管这个N给多大 其实它就一个值一 好 反过来它说N是一 把小于等于一的值 因为这个N是一嘛 小于等于一的值 来表示这个M 那大家想想它的核 是不是就一个形式 为什么 它就是一加一加二加三 加M个 一构成M的核 就一种形态 一种样子 所以也是反对 好再往下看 M小于N 那么M小于N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四六 由一到六 来求出能够表示四的核 很显然 五六都已经大于这个M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它给我们的这个空 是F等于M 很显然 当这个N如果比M要大的话 是不是也就没有意义 那么它就等于我们的F44 好再往下 那么F44等于什么 就这个空 M和N相等 其实刚才大家已经猜测了 我做了一个F33还记得吗 它是一加上什么 还记得 一加上M 中号N减1 因为跟它相等的这个4 来表示它的话 就一种形式 就是4 所以把那个1拿出去 剩下的应该是M 由它减个1 也就是等于1加上F43的格数 好了 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形式 这些特殊情况全部考虑完之后 那么就符合一种情况 哪种情况 就是F43这种情况 那么F43等于什么呢 它是这么说的 F43返回的是FM 动号N减1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式子当M不是1 N不是1 M也不是小于N M和N也不相等的这种情况 四种情况 他全走完 到我们第五条一句 他走的球 他等于什么呢 他说等于M M之4 后面减了一个1 前加上M减N 后面就值 我问大家 为了保证我这个不错的话 所以对保险的四个贡献C 非常好 填N 非常 刚才已经说了 超过它也不影响我的个数呀 那我这个地方就填N就行了 M N减1 这个好理解 把它降一个 它等于F42 加什么呢 加这两个相减 相减是1 1的后面几 我就填3 大家想想是不是不影响 为什么 F13就等于F1 F23也等于F22 因为超过它的那个N的值 比M大的那个值 都不会形成M的核 所以本期答案我们已经给出了 那么接着他让我们求一下 F64是多少 同学们耐力性的去带进去就行了 F64满足我们的第五条语句 因为它不是M1 也不是N11 也不是M小于N 更是M和N三的 所以满足我们第五条语句 第五条语句 F加F 那么在一个函数里面 自己带自己的函数 这个叫什么 对 叫地规 这老师是个地规的题 那么同学们呢 去带进去一下 就能求出F6和4 好 答案是9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说了 很简单答案是 11FMN-1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我填了一个N 它不影响我们刚才说的曲子呀 F64答案为几呢 为几欧 来我们看下道题 这道题呢 是让我们求的是对X复制语句的频度 也就是说 求这个X 复制语句在这啊 虽然我们说是 不是真正的C语言 那么相当于一个微指令 它是pass语言的形式 那大家应该是能够看出来 负负负 X等于X加一个质 三重循环的循环体语句 执行多次 双循环 外循环没去 直内循环 完整走一圈 那么三重呢 那大家想想是 是不是应该走三遍呀 我现在不看它 那么或是内循环 一到I 一到G 那我问问大家 我把这个题稍微再简单一点 简单到 如果这个I 就是一个2 大家想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的G的取值 可以取两个 取1 取2 取1的时候 K的值是1到1 K的值 取2的时候 取2的时候 它是1到2 那么G给我取3的时候呢 到3 G给我取4的时候呢 到4 大家想一下 G到底能取多少 在我们这道题 是靠I来控制的 I的值 给了我们的这个G I给了多少呢 I可以取1 2 3 4 一直到哪 一直到我们的N G的取值就会有 1到1 1到2 1到3 1到4 1到5 1到1到N 所以最后一个设置是 1加2加3 一直加到N 那我问大家 那我问大家 这个语句的执行次数 执行了多少 是不是应该把它加起来 那加起来这个式子是什么 1加 1加2 加1加2 加3 加 一直加到 1加2 加3 加 加到N 我没有往下 在推之前 老师教一个简单办法 刚才已经说了 在考试中最多只有三重循环 不会有四重循环 对于三重循环 我们做的时候 那么大概讲 我们平时讲的时候 那么如果是双循环 就是一个二维的 三循环呢 相当于我们写信的一个页 就是或者叫面 一面一面 那么每一页呢 是有行有列是一个二维 如果一个写的信呢 有三张纸 每张纸上是100个行列的格子的话 它就是个三维 这个没问题吧 但是我们这道题要的是 它的三重循环的执行次数 那么怎么看呢 这个主要是还是要从外向内去看 外循环这个R呢 它的曲值是1变到N 就相当于给了大家100页 就说性质是100页 每页里面画多少格子呢 请大注意 当R是1的时候 G是1到1 K是1到1 你的第一页值就一个格子 第二页上面呢 我们说是R是2的时候 我之前写的一个 是我们的页翻页 一共有N页值 那么当R是2的时候 由于G是1到2 我们说行 外形化控制行 1到2 那么内循环呢 是1到我们的G 它是1的时候 我们这个也是1 它是2的时候 它是1到2 所以它只取了两个值 这个内循环 1加2 我再说一下这个地方啊 如果我们的R是2的时候 这个整个内循环走的时候 1到1 K是1到1 所以执行你的次 但是如果是2的时候 R的取是两个吗 取完1再取2 它有两行 第一行上面 所以它相当于我们摆着一个三角形 1行是个1 那么当是1的时候 我们把它取的是1 当戒是2的时候 它是刚刚我们说了 相当于我们的第二行 我再说一下 你的性值 一共有N页 就N张值 每张值上面 你所描的 在第一张值上 就是一个格子 第二张值上面是 我们刚才说的 它的外循环由 借来控制 1到2 两行 内循环呢 我们刚才控制 它的每行上的这个列 第一行上面 就一个1 第二行上面刷了两下 所以是1加2 能想通吗 R是3 就是我们写信的那个纸呀 第三张纸上面了 第三张纸上面 我们的R是3的时候 那么借是1到3 是三行 看大家想一下啊 我要画 相当于我们画的 给它投票的画线 它是三行 每行上面是1到借 所以第一次是一个 第二个是两下 第三个画三下 一共画了几下 1加2加3 什么意思 我讲到这 它能跟上吗 请看 这是我的一个写信的纸 那么它可以是很大 当R是1的时候啊 第一张纸就画了一下 它的下一张纸画的是 就画了 这样就画了 现在第三张纸 它画 画了下 这它又画了下 所以只要画 就对它进行操作做运算 运算多少次 1加2加3 那我问大家 当R是4的时候 第四张纸上面会什么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所以是 1加2加3 再加几 再加4 这张纸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问大家 这个R可以取到N 第N张纸上面呢 第N张纸上面应该是 画了一个横线 两个画了三个 画了四个 一直画到了多少 所以它的档案是它 那我现在要求一下 它的频度怎么求呢 把它加起来 老师我不会加 我想 那个健康老师 就是我们的拼占老师 应该这么说 大家把这个诗子想 我觉得如果是两分 也会给大家一半的 就是你这数学功力 真的是太差了 算不出来老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你要办是记下的 它的答案 6分之N乘N加1N加2 那么背不下来老师怎么办 那就算 有个通识打探 最后一项是多少呢 是1加2加3加到N 是不是 那么它等于什么 我们知道它是个 2分之N乘N加1 2分之N加1 是不是2分之1 N平方加1呀 这是个通识 所以可以带进去 每一个 2分之1 这个是1平方加1 2分之1 然后是2平方加1 然后直接2分之1 一直往下 大家把它展开 2分之1提出来 所以前面是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1 加3的平方 1加的N平方 后面是1加2加3加到N 两个是加3 所以最后答案是 6分之N乘N加1N加2 那么这道题 这个答案呢 我们说 有它 如果大无法 大家能猜出非常好 N的三次 那不用猜了 可是就怕考大家的是频度 频度需要同学 要去算一下它这个值 好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也给了大家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呢 给它就像简单 就N 那么 所以频度的 它的这个整个概念呢 是N的几次方 三次方 实际上它是 6分之N乘N加1 N加2 我们看下一道题 计算机执行下面的 语句实 语句S的执行次数 为多少 如果这道题是大无法的话 我想公开能猜出 ON的平方 可是它非要问我 执行的次数 那么这道题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I等1 I小于N减1 请问大家 外循环的执行 先外循环后内循环 外循环执行一次内循环 要完整整一圈 外循环的R是1 到几呢 到N减1 所以它是小于等于N减2 进循环体的 那么G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的G是从N开始 要大于等于I 那我问大家 我可以知道的是 它取N减1的时候 注意一下哦 它取N减1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从1 要逐渐怎么办 小于它要加 这边是倒进来的 如果它是1的话 很显然G要大于等于1 N到1是N次 就要这些N次 也就是说 我现在 对于买了一张性质 一张性质的第一行上 我画了N个横线 那我问大家 最后一行上我画几个 最后一行横线上是 I是等于N减2的 G是等于N G要大于等于N减2 N减1 N减2三个纸 所以最后一行上 它只画三条线 那请问大家 我整个这一页纸上面 因为它是二笔处处 就一页纸上 我画横线画多少 在第一行上画了N个 最后一行呢 大家看一下 这行最多 最后一行只画了三条线 这个就是我对S试加操作的次数 加起来就行呀 那很简单 它是三加四加五 一直加到N 等它出的也这么简单 上底加下底 乘高 乘以二 所以是二分之N加三 乘上N减2 分减2 二分之N加三 乘以二分之N加三 乘N减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